大家要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人们常说睡眠是最好的养生 只有睡得好才能让身体更好 睡眠可以让疲劳的大脑和身体得到休息 让人精力充沛 但是如果你常常失眠 好不容易睡着了 半夜又很容易惊醒 失眠多梦 夜里醒来后再难入眠了 这样就会导致第二天没有精力去好好工作 整个人看起来一点精神也没有 长此以往可能使人精神蓄乱 提前衰老 记忆力减退以及脸色暗沉等 对身体具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今天小编就教大家一款蔬果汁 只要大家连续喝一段时间 失眠就真的可以缓解了 而且睡眠质量好多了 精神状态也好了 整个人会恢复到以往的风采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大家可以看到小编这里有芹菜和黄瓜 这两种食材是失眠的天敌 每天一杯入睡不费力哦 一觉到天亮 那么这两种食材要如何做 才可以起到缓解失眠的功效呢 首先我们要用到芹菜一节 以及半根黄瓜 我们将两者清洗干净 黄瓜不需要去皮 只需要清洗干净 然后切成小片备用 只需要用到半根黄瓜 接下来我们烧开一锅水 将我们的芹芹焯水 烧水时间不易过长 只需要一会即可 烧凉后我们将两种食材放入饺子机中 再来我们倒入凉开水 将它打成汁 就这样打成汁后 我们即可将它倒出饮用 一杯清爽可口的黄瓜芹菜汁就做好了 喝之前大家可以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 为什么黄瓜芹菜汁可以改善失眠呢 这是因为黄瓜含有维生素B1 对改善大脑和神经系统功能有利 能按安神定制 辅助治疗失眠症 长期受到失眠的困扰 不妨多使用一些黄瓜 另外芹菜中含有丰富的碱性成分 人体食用后能够起到安神的作用 对于压力大的现代人群 你可以起到安定情绪消除烦躁 镇定安神的功效 经常失眠的人可以多饮用黄瓜芹菜汁 而且夏季饮用还能够起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适合各种年龄阶段的人群哦 如果大家不喜欢喝甜的 那么不需要加蜂蜜 也可以直接饮用黄瓜芹菜汁哦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款黄瓜芹菜汁 可以帮助到大家改善失眠哦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